欢迎来到今天的故事时光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精彩故事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旅程 我们将探访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和罗马帝国 感受那些伟大文明的辉煌与智慧 我们的故事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 这里被誉为文明的摇篮 在两河流域 苏美尔人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国家 他们发明了些型文字 用泥板记录历史、法律和文学 苏美尔人的神话中 英雄基尔加美食的冒险故事 至今仍令人着迷 他们建造了雄伟的金字塔形神庙 齐格拉特 作为与天神沟通的圣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传承给了巴比伦 汉摩拉比国王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城文法典 汉摩拉比法典 这部法典一眼还眼 一押还押的原则文明 为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 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作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展现了人类创造美的伟大能力 接下来 我们来到尼罗河畔的古埃及 古埃及是一个充满神秘与奇迹的国度 他们建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金字塔 和师生人面相 古埃及的法老被视为神的化身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克罗巴特拉七世 作为最后一位法老 他的美貌与智慧 使他成为古代世界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 古埃及人对死后的世界充满信仰 他们相信通过复杂的葬礼仪式和精美的木乃伊制作 能够确保灵魂 再来世的安宁 图坦卡蒙的灵木 以其丰富的陪葬品和神秘的诅咒 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巨大兴趣 也让我们对古埃及的宗教和文化 有了更深的了解 然后 我们穿越到爱琴海上的古希腊 这是一个充满智慧与艺术的时代 古希腊的哲学家 科学家和艺术家们 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 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 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奥林匹克运动会 以为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 在古希腊神话中 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与英雄的故事 充满了勇气与智慧的象征 赫拉克勒斯的十二项任务 特修斯与弥诺陶洛洛斯的战斗 这些动人的传说 不仅丰富了希腊文化 还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和艺术创作 最后 我们来到古罗马帝国 这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法律制度而闻名 罗马人建立了精巧的道路和水利系统 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凯撒大帝和奥古斯都的统治 标志着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转变 罗马法 为现代法律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古罗马的建筑艺术也极为辉煌 罗马竞技场和万神庙 展示了他们的工程技术和审美水平 罗马帝国的广泛传播 不仅传播了拉丁文化 还融合了各地的风俗和传统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明景观 通过这次时空之旅 我们看到古代世界的辉煌与智慧 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 古埃及的金字塔 还是古希腊的哲学和古罗马的法律 这些伟大的文明都为人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们的遗产不仅体现在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艺术中 更体现在影响深远的思想和制度里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请点赞 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奇妙的历史和神话故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